好,那我讀少少片段,我们录影后就放上youtube, 所以大家忍受一下,松跨和其中力学的原理, 在千斤罪中有些人未能把全身的重力压在对方的手臂上, 原因主要是不懂得松跨,跨是控制方向和境路, 而法力则是由连于跨的腰腹肌肉负责, 此方法证明了松跨是应用了自己的体重, 松跨向下施由于有半边的体重, 会像有重量的飞轮一样,身体的重力的力量的大, 是要体验过你才会了解的,松跨除了让体重发挥作用外, 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了重心球提供轨道, 让重心球顺着跨的路途滑行其上, 如果跨没有滑动的轨道的话,即跨停留在某处, 重心球也不会滚动, 这样只有手和上身的力可以用, 力量自然大减,内劲的效果也随之消失。 很好,我少些补充, 其实这个黄金序本身的所谓千斤序就是落放山了体重, 由于有些同道都很成熟, 技术一跨就能去到, 因为他们最后的位置, 那么上一跨把前夸的力量也在这里, 之前有同道喜歡的,他就落倒的,所以這些,其實正式來說,我們應該說這邊站好,這邊跌下去,好像暈了一樣, 我都說暈了,暈了這個人,是你四個警察都抬他走的,但是如果示威者生勾勾在這裡和你示威, 因為他幫你很多,因為他沒有暈低,他的重量本身是很難動的,但是他沒有暈的,即使坐在這裡也是假的,兩個警察一折就走了,明白嗎? 這個就是我們前框,也是一樣,一鬆鬆了,提供半身的敘力,就是半身體的重力,但是如果你熟悉它的整體結構, 就是幾何學的結構的時候,你發覺你鬆鬆的時候,你可以調教的方向,你不是一定要這樣跌下去的, 一條條教的方向就是有一條軌道,但是你如果不鬆鬆的話,是沒有這條軌道出來的, 你可能會掉下去,但是它再走不了,走不了,它一停在這個位置,你的手的力也跟著會停的, 所以鬆軌的目的有兩個,第一,就是讓你的重量墜下去,第二,就是提供一條軌道,讓你的重量,即是CG,走出來, 當然你不要想著走得很遠,只有一個丁堆的位置,所以我們為什麼有時候練內功的技巧, 所在就是,在小小位裡面,你是有不同的軌道來提供的,它有不同的力學,出來的, 當然我們放出來的手道,在手道放那個勁出來,你看起來好像放得很遠, 但其實這個位置就只有一個丁堆,所以鬆跨有兩個作用,第一就是, 副重放那個重力球出來,第二就是提供一條軌道,給我們的重心走, 照著某一個力學的建構去走,所謂的construct一些的結構,在裡面讓它走, 現在我們玩一點點隔山打牛,我們純粹不要太猛烈,這個我們也有道理講的, 就是, 那就是, 是啊, 就是, 那就是, 這個, 隔山打牛,其實就是好像武林小雪, 就是武林浩吉, 想打後面那個,前面那個躲著, 那你又不想打傷它, 隔山打牛,所有的勁, 後面那個就彈開, 看起來覺得自己很威風 覺得自己天下無敵 山崖道門就可以這樣說 出去了大家都知道天下實在太大了 我們都要謙謙虛虛地聊過一集 剛才那位後面那位同時是二百多磅